共同理念 全民發聲 MyRadio 2011 辛亥革命是一個偉大的勝利 它摧毀了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 在廣大人民中 傳播出民主共和國思想的種子 促進了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的新發展 辛亥百年華滄桑 逢星期二晚10點至11點半 主持 墨葉城 謝二方 社會公然以民為本 民主民生 地區事務 人民力量 節目主持 陳偉業 民主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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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上也好 人才方面也好 也好 看不到改善的確變的機會 改善空間也很多 但是假設改善機會也不見很多 人才也不足 香港也挺嚴重的 這樣下去 是啊 真是看了 也挺嚴重的 你去到地區政府省 不要說是省 去鎮 去鄉 村政府 年輕幹部的招氣和能力都很高 但是香港那些二三百萬年薪那些 其實就不要說是人才 容財都不如 香港在這一幫人 包括在這些政治人物 在領導之下 港人唯有自求多福 等爺爺照顧 等香港慢慢淪落 等同一個中國城市都不如 坦白說 我想很多香港人有時都有這樣的心情 很擔憂 憂心忡忡 但是我覺得冷靜點去想 你每個地方都有它面對的挑戰 例如你看看中國 它現在高速發展 最近子丹福大學某位諾貝爾獎 經濟學獎的教授 在人類歷史未曾有一個國家 可以維持一個長的時間 如果沒有記錯 應該是超過五十年 是能夠像今天中國這麼高速 在六百萬之十幾的速度 是不停地經濟增長 它覺得這個鐘擺始終會停 一停的時候 其實中國也會面對 很巨大的社會政治文化的衝擊 很多不滿會爆發 所以他們有現在暫時的風光 但是香港 我自己看 短期來說 我覺得有幾大因素影響 一是泛民能不能夠在香港的整體 各方面還是日走下坡 無論是貧富懸殊 政府政策和商界傾斜 甚至國際競爭力 其實整體我們的趨勢 是向下劃的 你看看有好幾個調查 其中一個就是世界經濟論壇 最近也有人有一個美麗的誤解 說香港競爭力今年下第一 其實就不是的 其中一個論壇就將競爭力的總體得分 分為三部份 由三部份加起來決定 第一部份就是主要的基建 香港這方面今年出奇地 突然去到世界第一 但其他兩部份 尤其其中一部份 就叫做創意和商業的徵佔度 Innovation and business sophistication 香港就排第24 比去年還跌了一位 就比新加坡差 比台灣差 我想說的就是 世界經濟論壇有關香港的競爭力 其實他早年就用某堆標準量度 如果我沒有記錯在1997年 香港當時的評級是排第3 他用了這個標準量度大概 大概6、7年左右 就已經跌至至至少十幾位 我忘記是十幾還是二十幾 後來他換了另一個生態標準 香港連續三年都一直在第11位 沒有增加 沒有減少 但是我們如果整體去說 從很多不同類似的量度 新加坡是跑人在香港 甚至某些方面台灣、南韓都是給我們進步 所以短期來說 我們的競爭力如果不斷下滑 結構性的貧富懸殊 官商勾結等等又繼續惡化的時候 就好看我覺得 一旦泛民是不能夠有些突破 譬如他們更加走入社群、走入民間 有一個更加有效的動員 迫使中央 其實特區都是中央一個棋子 中央去面對一個所謂的攤牌 到底你給不給香港真正的民主改革呢 你覺得要香港避免逐步沉淪 泛民要透過反對力量 壯大 而迫使到政府要作改革 這是其中一個可能的情況 另一個可能出現的情況就是 我不是說非自即比可以同時發生的 另一個可能的情況就是 但是接下來這一屆呢 坦白說現在三個聖傳的熱門人物 他們的能力呢 是梁振英的 很多人感覺他想法是不錯的 但問題是他的政治忠誠 就被人覺得他往往是對北京第一 或者自己第一 那當年人們都說老懵懂想法是不錯的 又數碼講又中央講 有很多想法 所以今年坦白說 很多香港人的心都沉下去 三個特首可能的人選 如果你不算葉劉淑儀 三個都不被看好的 不像人君 不被看好 不知香港會怎樣 所以如果香港又再叉下去 會不會去到下一屆 會不會去到下一屆 會跑出一個恥樣一點的呢 舉個例子 林鄭月娥 當然她不是沒有瑕疵 但某些東西 較為給某些高居硬正 她的能力也相當高 但是如果你靠一個也不夠 始終你 如果接下來這一屆就不行 你又在看那個個人問題 其實你開始都講到 當你們那個制度 是小圈子選舉的時候 你最後就是那1200個 甚至將來1600個去操控的時候 永遠都是那個利益集團 那個既得利益集團操控的特首 特首必然會為那個 既得利益集團服務 就是香港過去那十幾年的 逐步低落逐步籌率 跟這個架構有關 所以當然那個人才 我們不排除那個重要性 但是人才之外的制度 特別另外就是 所謂的民主派 作為一個反對派 能不能夠旗次鮮明 在一個反對的地位 反對的角色 能夠很有效地 就是監察在這幫人 我們經常叫他們狗官也好 那幫狗奴才也好 就是要在那個實際管治方面 不要做一些太過傾斜性的取向 比如我們這幾年看 就是官商勾結 地產霸權等等 已經成為 比如就算這一次七一 這一次七一 其中一個其次鮮明的題目 就是反地產霸權 所以人民當然開始都覺醒了 但是民主派作為一個反對派 在這方面 就是扮演的角色 你看到絕大部分民主派 就是包括就算公民黨在內 在反地產霸權這個運動方面 那個角色都是很微弱的 就是無可否認 無可否認 不同的泛民的政團 其實坦白說 每一個都可以再改進的地方 包括公民黨 其實坦白說 相比之下 民主黨我覺得老化更加嚴重 公民黨更加有朝氣 他們有一些選擇的焦點 譬如公平競爭法 他們就樂力比較多 譬如湯家驊 窮中晚帶了一段時間 這個都停留在議會 議會 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整個民主派 是太過享受 在議會發言 在議會表現 現在整個香港整個制度的問題 特別在反對派來說 是跟群眾沒有這個結連 你看到全世界很多的地區 特別是落後地區 你去到泰國也好 東南亞也好 包括落後到緬甸也好 就是反對派 反對黨 跟群眾的結連是一塊的 很重要 所以你那個領袖 被監禁也好 群眾的聲音是不斷的 但是香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所謂反對派的代表 在議會裡面 永遠是自講自話 跟群眾是脫節的 某種程度上我同意的 公民黨 他們都不是說沒有試過透過網絡 去結連群眾 但是沒有寫文年那麼成功 就是以前的寫文年 或者今天的人民力量 如果你看回他們以前的網頁 起碼幾個月前 或者去年 我看回他們的網頁 他們就很勤勁寫文 這也是一個事實 加上一個星期 核心的成員 隨便寫二三十篇文 寫到不同的報紙 最近這幾個月我沒有檢查 明報減少了 以前預約還沒有 每個星期都有一篇 預約 不可否認 他們一方面 有些事情我都嘗試去做 或者有些事情都在做 但是另一方面 直接去到跟民間的結連 我都覺得是不夠強的 不夠強 為什麼是這樣 這真的要再深入去了解 這個除了我剛才所說的 我們未必有這麼好的土壤 另外也不可以每樣都怪的土壤 就是主動性的策略 或者找到一些焦點 去動員那些市民 讓他們知道他們今天的困苦 源於政制 根源 結連倒 這個我覺得一定要努力 如果努力不到的時候 你由民間引發的一個 群眾運動 民主運動 推動香港的改革 機會就會小了 相反你做到的時候 機會就會高了 其二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如果你下一屆又不行 你是一個特首的 你不是這麼樂觀 中央會不會 我自己有一個假設的 就是曾仁權、董建華 這麼看待那些大商家的臉色 多話少說 有時候可能北京的高官 都給了一些訊號他們 不要去得那麼盡 但是如果香港再需多四年、五年 北京那邊會不會 如果他們又比較 他看得到的問題 你不可以每次顧商家 矛盾這麼大 那麼再下一屆 政府的邊緣 他會不會站得比較硬 這個又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還有我覺得第三項因素 又是很關鍵的 就是 這個就是我之前的老師 我在耶路大學 很出名的老師 研究民主化 他就覺得如果中國沒有民主化 香港就很難有的 因為始終他是中主角 那我也有一個傾向 越來越相信 是 中國會不會有一個自由化 不要這麼說是民主化的改革 如果他有這方面的改革 他的統治精英有所改變的 不是這麼抗拒的時候 甚至願意讓香港 做多些真正的民主實驗 那你三樣東西加起來 或者這三個因素 局部出現的時候 都可能會令到香港 經歷一個所謂先死而後生 我就覺得我們現在是一部電梯 過去高速的一個電梯 是在跌下去的 可能會再跌四至五年 但是到時可否反彈 我剛才說三個因素 都是很重要的 剛才你說到中央那個態度 大家都知道共產黨 一定不會主動給民主 是的 而那個自由度和法治方面 都逐步萎縮和收縮 但是共產黨也同樣有一個看法 就是如果你不給民主是會亂的 他會給民主來的 給多些 相對地 但是問題就是你香港人 特別在香港過去二十年的民主派領導之下 他看到你這麼暈倒的 最後都願意密室政治接受 出賣港人的普選權 這樣都可以的 他就繼續捏你 等同一個金光圈 你原來佛祖有一個金光圈 他可以有一個金光圈 罩著你的 你受控制的 他就繼續控制你 除非你這個香港的群眾 拔了這個金光圈 製造成一個強而有力的 所謂反對運動 這個反對運動是有機會 動搖香港的穩定繁榮的 有機會動員香港的經濟的 你天天有人封你這個中環 天天天有人搞亂你這個秩序 他就開始要考慮 要給多些民主 是吧 這個永遠是相對的 他有得控制 他永遠會控制你的 問題就是香港的群眾 香港的市民 和香港的民主派 有沒有這樣的勇氣和決心 去衝擊這個制度 因為你過去20年 香港民主派是全世界最舒服的民主派 是吧 我經常說香港民主派三部曲 是吧 就是川名運動 請完 跟著就遊行 最多就是絕食 是這麼多的了 是吧 香港民主派 就是過去20幾年 就是一些稍為強而有力 你看回外國很多的 不要說東南亞和落後地區 包括這個民主開放的地區 人家有一些反核運動 或者有一些抗爭運動 那些地區的左翼組織 美國也好 加拿大也好 歐洲也好 在這個開放民主的左翼組織 所採取所謂的激進的策略行動 強過你香港的民主派 就是採用培計的 那你香港的民主派 怎樣回應 缺乏這個抗爭的策略 抗爭的路線 而令到這個管治階層 不可以真是好囂 你以前看一下林瑞麟那些嘴臉 真是不可一世的 是吧 就是中央那些官員 下來香港 真是好像這個真命天使 香港人好像永遠是 鐵籠也好 鳥籠也好 永遠被這個監禁的半奴隸 我就覺得這樣 雖然我不同意民主黨去年 對變相公投的策略 但是也都 我覺得 其中一個問號就是 我不知道他們整件事 那個反思會是怎樣 因為你留意去年 這個六月通告的政改方案 在今年三月就是本地立法 本地立法的時候 我記得早期其中的討論 就是立法會在星期六談的 當時公佈了細節 就說張文剛和李永達都立即批評 甚至似乎很生氣 可能覺得好像是否推翻了一些承諾 可能何俊仁就出來澄清 其實當時沒有這樣的承諾 比如說超級區元的提名 因為政府最初建議二十 最後才退到十五 何俊仁就說 其實當時政府都是說 十和二十之間 但是你看回普選聯學者 譬如說 訪問馬惡 他就說普選聯學者 是建議十個 因為你越高 就越阻撓某些小政黨 不能玩 所以我相信某些民主黨的立法會議員 除了辭職的一位之外 也有些可能在想 是不是他們過分相信中央的誠意 現在通過的方案 你又不覺得大幅增加了民主法 甚至你看到 你談完之後 他也不再跟你談 公投完了之後 他再不跟你談 你看到補選他要封殺 所以你看到今天的民主黨 起碼在某些行動上 都叫做支持 反對廢除補選 會不會迫使他們更加多 更加進一步去反思 這是第一個問號 我想只需要時間去回答 雖然我暫時不是太樂觀 我不是太樂觀 我想我們很熟悉他們 他們那裡我不介意任何厚望 但是問題就是勤眾方面 你研究了這麼多年 香港的群眾 也有很多研究 就是以香港人的物質主義 非物質主義 以及對穩定的依賴和重要性 你怎樣看香港群眾 在未來的所謂抗爭運動 或者爭取民主運動方面 態度上的改變 或者策略上的改變 我覺得態度上的改變 的機會是有的 尤其是針對一些年輕人 有好幾個調查都顯示 年輕人 在去年全民公投的投票率 年輕人投票的比例 明顯高於全港的比例 從過去比爭 很遠 過去就是全港的高於年輕人的投票率 另外就是有好幾個民調 你一看得到 年輕人是較為 越年輕就越是不支持的特區政府 也有三大不支持的理由 貧富懸殊 他們覺得是官商勾結 第三就是香港沒有民主 有幾個民調都是不同大學做的 過去的一年多 一年多的浸會 都是顯示同樣的結果 第三你看回 無論是人民力量社民年 甚至公民黨裏面 一些被動員的人 很多都是年輕人為主 這個我覺得是反映社會基礎 基礎就是他們是其中一批最受害的 最大的受害者 他們感覺到前路茫茫 他們覺得制度不公義 政府也沒有一個獨立的思維 甚至可能只是 主要就是聽北京說 去打壓摧毀香港的 過去難以成功的基礎 所以他們很多憤怒 而且年輕人比較講原則 比較純順 講公義 所以我覺得未來 我想一就是 如果社會結構還是這樣 香港的管治土壤還是差下去 年輕人是其中一批最容易受動員 另一批就是所謂中產向下流的人 由於居屋的條件 或者經濟宴 面臨另一個衰退 他們的社會地位向下滑 他們覺得是 亦都反映結構的暴力 借責之惡 這批人亦都是 有被動員的機會比較高 第三點我覺得很需要說 就是說 我覺得暫時香港人 尤其是一些他不覺得自己是 直絕受害者 或者覺得受害程度不太深 他很可能 都不太支持一些 即使走街 即是一千人去睡街 他都覺得有問題 所以未來我想有兩件事 好考泛民的智慧 一是一些比較願意動員的人 去上街 甚至是用一些所謂公民抗命 非本力抗爭的那些政團 包括人民力量在內 如果你們越是能夠減少對市民那種 所謂不方便 越是能夠說出你們的某些爭取 有時候甚至即使帶來不方便 其實背後的原因 是因為香港出現這麼多不公義 特別是所謂制度的惡 是去引發他們那種同情的時候 或者是一種 英文叫同理心的時候 我想就越是較容易成功 而第四 我們都覺得 我覺得我們要小心一件事 不要那麼輕易 我們太多互相攻擊泛民 因為互相攻擊 香港的市民不是每個人都跟著政治 他們就覺得你們互相鬼打鬼 他們就會 可能會藏起一雙耳朵 而且也不排除有一件事 例如有些既得利益的中產 或者專人士 你怎樣 你上街抗爭 你怎樣不想左街 有時候都會發生的 塞住他開車 那時候 如果你不同的民主派 有不同的路線 有些比較前進一些 有些比較 所謂溫和一些 但溫和得來 他都是下街做事的 他會滲透去相應的組織 去努力做事的時候 我們為什麼不可以 和而不同呢 我覺得這件事也是需要做的 香港 而不是所有的泛民 是一條鬥爭路線這樣 我想那個路線的問題 就涉及到政治誠信的問題 是 是 是 譬如很簡單 去年民主黨接受了這個招行 就是用密室政治 接受這個危政舉方案 當時我也給了一個機會去的 我們說你可不可以承諾日後 不可以再有這樣的閉門的協議 不是 我怎麼跟你做盟友呢 是不是 過去算了 我常常用同姦 就是用那個 就是那個 那個 就是 通姦那個例子 喂 那結了婚 那你去通姦 那你通過一次啦 那你要繼續保持婚姻的 我叫你喂 你可不可以承諾日後不通姦 你拒絕承諾喔 我就跟你離婚喔 民主黨拒絕承諾 日後不會再跟共產黨 閉門協議嘛 拒絕承諾喔 那你怎麼跟他談協議呢 以後 是吧 所以我想這個不只是和而不同等等的問題 而是一個政治誠信 這個人已經完全沒有政治誠信了 我怎麼跟他繼續合作呢 或者我都忘記了那次你發言的詳情 可不可以說多一點點 你要求他拒絕承諾 是指純粹是和你們 不是 直接給他信 即是指純粹 譬如說要和你們在領導階層 那時候我們仍然是泛客會一份子 是是是 我們就給他信泛客會 是是是 如果泛民繼續運作的話 我們一定要要求泛客會的成員 特別是民主黨和民協 要承諾 不可以再有日後的密室政治 要不然我怎麼跟你日後繼續談話 我今天和你談話 達成協議 你又背後和人談話 賣我的豬仔 好像五區公投那樣 是吧 民主黨拒絕承諾 那我們就再給信泛民 如果民主黨拒絕承諾的 民主黨應該退出泛客會 因為你沒有政治誠信 民主黨不肯退出泛客會 泛民也不肯趕民主黨出泛客會 我們就走了 OK OK 那個背景就是這樣 有輸信來往的 嗯嗯 有輸信來往的 那個事我沒有跟開 但是我猜可能在他的角度 他就覺得 始終他和你們不同黨派 他就覺得你們 只要他本住一個 是追求民主的 要你承諾的 要你承諾 不可以再和共產黨密室 談判和協議 我不是說你民主立場問題 不是說以前 以前不追究了 但是如果要繼續合作 會不會有這樣的承諾 去拒絕 去拒絕這個承諾 我知道 我想第一 他覺得你是另一個黨 他沒有理由要拒絕他 第二 我猜 我不是說對還是錯 這個我留給觀眾去判斷 第二 可能他會覺得 如果他再有新的承諾 但是他不是出賣香港人利益的時候 那為什麼就需要公開呢 所以可能大家就產生了分歧 這個大家的政治判斷 你任何政治團體合作都好 如果你曾經表現過不忠 你日後人家怎麼相信你 還有你拒絕這個承諾的話 證明你的心有事 你根本繼續有些事情想在做 這就是另一個問題 但是我想我的焦點 就是我們的焦點 就是民主黨我們都不再有期望了 問題就是香港的群眾 面對剛才你教授所說的 官商案件嚴重 貧富完全惡化 管治的質素和能力又不斷下降 導致香港走向逐步沉淪 面對這個苦境 就是年輕人會先走出來 然後有一幫可能是 基於這個改變而受苦楚的群眾 或者是中產 但是另外有一群 我們開始的時候都說的 就是香港的普羅階層的觀眾 其實這一幫呢 我們過去看看這十幾年 是面對最大的苦楚那一幫的 通脹高企 豬肉又貴 菜又貴 生活環境又越來越惡化 交通費又貴 人工又不見 為什麼 但是這一幫的市民 你覺得 什麼會導致他們 會投入和參與這個抗爭行動呢 如果我們能夠將他們那種痛苦 比如舉個例子 如果他們的居住條件一邊惡化 或者是他們買的東西越來越貴 就是 結連到政府的政策 以至現在這個所謂半獨裁制度的一個惡 就會比較容易動員到他們 舉個例子 有些中產你肯定是不起居屋 對吧 我們能夠講到這個道理 正反兩面 你怎樣辯護你都辯護不了 為什麼你不起居屋 但是很怪異的現象就是 我在很多地區 從事地區工作 很多基層市民寧願自殺 關門燒炭 都不出來的 是吧 很多次我跟他們說 你既然不滿意 我在立法會講過很多次 你要自殺的 你不如哪個官你以為 你抱著他死的 內地的群眾會的 是吧 內地的群眾 你經常很多 拿著炸彈衝進去公安辦公室 一起死 但是香港的群眾那種 寧願自我毀滅 都不參與抗爭的 怎樣去突破這個思想上的枷鎖呢 第一我覺得不是全部都是這樣 你看看今年幾個調查 包括識士大學那個 都說是創了真正權上映以來最高的 七一遊行人數 第一看得到 的確除了補選這件事 所謂地產霸權 官商勾結 是引發多了人上街 多了人的激憤 這個意路 第二我想 也真的說回那句 某些人可能就適合聽 例如你們那種風格式的號召和動員 某些人可能比較適合聽 一些溫和的動員 另外一個最大的需要突破就是 你如何接觸到一些更多的人 無論你是透過一些組織 甚至不是透過一些中介組織 舉個例 最近我也聽聞 某某大學 有某些共產黨員想滲透 就是要做搖身線 要攻擊一些民主派的領袖 就是學生的領袖 大學也是一個很大的重要基地 但是很少黨派 除了每年暑假 有一些委員會實習 但是我不太覺得 有一些更加有計劃的吸納 而這個計劃又不會違反大學的規矩 其實這裏是很多需要做 你如何透過中介組織去吸納 或者反滲透 而你的遊說除了結連社會矛盾 就是可能多種路線 因為始終有些人是適合聽某類的口吻 有些人喜歡聽某一種口吻 如果能夠做到這件事 而香港情況是日戰差 他的共鳴就會大 那七一的人數就可能越來越多 當然要想的就是 你不是只行完就算了 行完之後又如何呢 你怎樣能夠贏得到 最大多數人的同理心呢 而不是只是被人標籤 是激進、搞事、粗魯 這個我想是要好考我們的智慧 教授說 這個結論 我想很到辱 考我們的智慧 跟我們的群眾建立這個同理心 令這個抗爭的運動 可以更加結連 多方面的群眾 希望各位網友朋友 在這個運動裏面 大家齊齊擴大和參與 令到香港的民主部分有機會 能夠加快 和管治的質素有所改善 很多謝成定教授 有機會我們再和觀眾 談談香港管治問題 特別香港民主化的問題 多謝教授 好 沒客氣 拜拜 拜拜 拜拜